拿这个 大家好 然后感谢GDJ的邀请 然后今天给大家去聊聊 最近很火的大元模型 主要从AIJC 然后我的一些工作经验的实践开始 就是怎么样去用AIJC来辅助我去开发 然后做了这样一些事情 我的主题主要是分为六个小的块 然后第五个是重点要讲的 我们先去了解一下AI的一些前世今生 从最早的1956年达特茅斯开始 然后AI就进入到了新时代 这个时代跨越比较长 比较长原因在于我们硬件需要去崛起 实际上也是到了21世纪的第十个年头左右 然后我们才有了这个一个质的飞跃 这个飞跃上是跟我们当前的这几个人 有很重要的关系吧 当然整个这件事情不是说几个人就可以去解决 他有无数的这个科学家 有无数的这个我们的工程师 然后在里面去努力 然后这个图灵 然后当年提出这个图灵测试 然后我记得去年刚出来说 大家都说这个GPT 然后可以通过图灵测试 实际上我觉得还远远没有这个 能通过图灵测试的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看到杰弗里辛顿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在2018年获得了这个图灵奖 然后跟另外两位科学家一起 因为这个卷进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的一些领域的一些知识 然后这个贡献吧 获得图灵奖 为什么要提到他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到了这个AR2.0的时代 对吧 就是去年 然后11月份 然后横空出世的XGPT 这个重要人物就是这个伊尔亚 他呢像是辛顿的一个学生 他很厉害 就在2012年的时候 他也这个让这个图片识别进入到了一个 通过深度学习 然后可以去快速 然后去非常高的一个识别率 然后呢 奥特曼大家也都知道了 然后今年的11月份 就是一周年左右时间的这个 JPT的这个八卦这个故事 对吧 然后他联合了另外几位股东 然后把这个奥特曼赶出了这个董事会 然后这个布洛克曼 然后也跟着他一起走了 那后来他们又回去了 就是挺可惜吧 一个工程师 然后怎么讲 因为理念吧 他不是说因为利益 我个人觉得因为理念 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工智能AGI 还是比较危险的 他想放慢一些脚步 但是呢 对于这个奥特曼和布洛克曼来说 他们并不想这样做 所以说一些八卦的故事 但是还好 我觉得还好 现在这个 这个AIJC 然后大元模型 已经到了百花齐放的这个时代 然后谷歌也发布了最新的 这个Gemney 然后这个也很快啊 今年就可以有这个Ultra 然后去跟我们去见面了 但是这个需要点时间 那么A2.0 它是怎么定义的 实际上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李开复先生说的 他的定义大概就是 这三个基础的点 基础的特点 这个就是我们的A2.0的一个时代 然后呢 AIJC 这个非常的厉害 我们可能在这个网络世界 看到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AIJC的这种能力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 有一个 好像是个在耀声吧 然后他做了一个 关于流浪地球3的一个片子 这个片子基本上 它是用了一些工具 Meter Generate V6 和Magnified 然后Runway Gen2 然后去生成的 非常的厉害 然后国外也有很多这种 非常好的 就是科幻效果的这种 AIJC生成的这种视频 大家可以有兴趣 可以去了解一下 飞速发展 这个远远超出了 我们的一些想象 所以说有了今天这个主题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 这个拒绝焦虑 然后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 作为程序员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 然后能保持一个快速学习能力 不要那么早被淘汰 因为我参加过一个微软的活动 他们大概一个时间线的规划 说是2030年左右 然后有可能 程序员就要被淘汰一批了 这个淘汰一批是说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AIJC 它可以去做系统的开发 而不是说一个单独的 一个辅助一个工具 这个就是我目前的一些 比较主要的 这个行业应的这种场景 我想了解一下 我们在座的程序员有多少 目前还在写代码的程序员 一大半吧 然后这些 有没有自己在创业的小伙伴 没有是吧 都是打工人 那这些领域都是 当下 就是这个今天 以及未来的一些 比较主流的一些 风口和方向 但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从谷歌上 copy过来的 那么今天我的主题 主要是说 怎么样去利用 这个大元模型 然后AIJC的 来去辅助我们去写代码 因为本身我还在写代码 这块 所以说 这个是我比较去关注一些点 当然人工智能创业方向 这个我可能也会关注 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 后面会有一些 简单的一些介绍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 然后XJPT 文心研和通意签问 他们分别能做什么 以及目前的这个一些现状 XJPT4 文心研 通意签问 这个都是今年发布的 文心研是百度的 大元模型 然后通意签问是阿里的 11月份阿里发布 通意签问2.0 他说这个我们已经 可以对标JPT4了 但是据我的观察 还远远没有 当然呢 他只是说在一些场景下 比方说他很垂直的电商领域 他很强 因为他的数据 足够多 对吧 文心研 然后现在他也说 自己能去对标JPT4 然后很快的 他的这个付费用户 也是数千万 百度 这个商业化很快 但是他 能不能对标JPT4 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 还不行 当然他已经超越了3.5 比3.5要好用 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如果大家这个 不是那么方便 然后去访问这个科学上网的话 可以用文心研的4.0 当然这个每个月要付费 可能是40多块钱 并不鼓励大家这样做 因为有很多很多更好的选择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写代码的时候怎么去做 写代码的这个 大家也都知道 GitHub口开 然后这个一个月10刀20刀的 这样一些费用 10刀20刀这样一些费用 他们的这个能力 基本上都差不多 然后我的选择上是用了通一领码 它是这个通一 这个大元模型 下面的一个垂直领域 就是 OK好 是声音软小 那这个是它的主要能力 各家都大差不差的 Jet Prince出了这个 AI Assistant 当然这个在国内 可能要需要代理 才能去访问 包括GitHub口发力 也是一样 通一领码 可以目前可以免费试用 只要你有这个 阿里云的账号就可以 但是也是自己的选择吧 自己选择 他可能更懂中国人 他其中有一个版本 还支持了温期 就是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他基本的一些能力 这个能力是 我在去定义这个多元的时候 然后我把鼠标往那一放 他大概猜出来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给我补全了 当然这里面不是说 每一个都有用的 他可能根据自己的一些 这个学习能力 然后去给你补全的 单人测试也是一样 OK 这个有点小 有点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实现这个MVP吧 这个MVP怎么讲 就是说 在现阶段 我们个人开发者来说 可能比较关注 因为像我是全战 然后可能到全干 就是一个人要都干 就是一个人要都干 一个人要都干 实际上就是说 我擅长的就是鞋代码 然后我并不是产品经理 然后我也不是这个测试 那么我也不是这个UI设计 那么我怎么做 那我需要AIGC的这种辅助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这次主题 然后设想 我要去做一个共享汽车平台 对吧 那么它包括哪些部分 首先我要丢给这个GPT 好了 我要告诉他 我要怎么做 我要做什么 然后首先你要让他 有一定的上下文 有一定的背景知识 然后这件事情才能成立 而不是说是这个 我跟他说 你给我实现一个什么 我们看到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说 这个让他写一段 贪吃蛇的程序 多数时候是这个Python的代码 这种程序实际上是说 它有用吗 它有用 但说在目前我们现阶段 还没有办法说 把这个系统去做一个打通 那比方说 我又有移动端 我又有后端 我又有这个web 我有小程序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么代言模型 是没有办法帮你 去做到这件事情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 自己有一些背景知识 当然不是说是这个 一个人全战全干这种事情 因为现代的开发理念 还是有这个团队合作精神 对吧 大家还是不要像我这样去做 像我这样做是很少数 但是说 我通过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 什么是能做的 什么是不能做的 这个稍微有点小 sorry 没有想到它这个分辨率 这个实际上是说 它告诉的一些结果吧 就说如果离得远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我离得太近了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 这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些 这个组织机构 对吧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员 来去做这件事情 产品经理 开发人员 前端后端 移动端 那像这里面有很多这种结果 并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我想做一个MVP 我可能并不需要考虑 我商业上该怎么样 它的可行性 那我告诉他好了 我不需要商业上的可行性 需要产品本身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JPT告诉我 那实际上是说 好了 那你需要做的事情 去更专注了 你要更聚焦了 聚焦了 那下面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说 我要一点点的去做这件事情 首先我要有一个产品吧 那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些 这个角色扮演的一些事情 我是一个产品经理 当然因为JPT它有些先天性的缺陷 因为我产品经理 可能我要生成一个架构图 那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说 它对中文的这个代意的3 它对中文的支持并不是那么友好 并不那么友好 我生架构图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这个乱码 所以说我用英文去问了一段 它会有一个告诉我该怎么做 这个大家也不用拍照吧 因为我后面会有这个Github 然后会有这个PDF的版本 大家可以去最后去看到这个PPT 然后它告诉我 巴拉巴拉一大堆东西 然后会有一个架构图 你想实现一个MVP该怎么做 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我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我可能有底了 我会把这个基本东西拿下来 那我就要一步一步去做去开发 首先我一个MVP 我一个产品 我可能要有logo 对吧 我来扮演这个UI的这种角色 然后好了 我告诉他 你给我生成一个logo 那么我的这个promoter上 大概就是说 我要生成一个logo 然后这个是 它要简洁明了 可能要代表的是共享汽车 就是我的这个产品的这些背景 然后给一段描述 你给我生成一个logo 生成logo并不是那么满意吧 然后第二段话上 我是说 那么能不能去帮我把这个 做一个128x128的一个 更简洁一点 然后背景色不要那么复杂 科技行业嘛 科技蓝 然后不要用深蓝的 给了他一段 还是不满意 我继续继续 这张看着还行吧 看着还行 但是到后面他就跑偏了 我说我要起个名字 我叫Idenware 就我要随便 然后可以让他去行走 然后他又给了我一个 可能没有这种上下文关系了 这时候对于我来说 我不能在这儿去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AIGC GPT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我们有非常多的选择 那这个点我就要去换了 换怎么样 那我检索到了一个腾讯的一个东西 大概叫AI logo 还挺好用 目前现阶段免费 然后这个他有各个行业 正好负责我的这种需求了 那我说我要去蓝色 然后大概我把我的这个名字去输入了 我要做的这行业 简单的输入了一些 输入了一些 你可以去添加自己定义的一些东西 添加自己定义的一些东西 就比方说这个录运 共享 然后这块都是我自己添加的 他会给我一大堆的选择 那么最终我选择了右手边的这个 看着应该是不是比GPT要好一些 更清楚一点 然后更简洁一些 那么最终实际上就说 我选择了他 那这个时候上市有了logo了 我们可以开始干了 开始干 我刚才说了 我们可能有这个 有后端 有web管理端 有小程序 然后还有一个Android 好 那现在我们换第二个角色 我是前端开发工程师 对吧 我要开发小程序 我以前没开发过怎么办 那我需要一些background 这个时候我就跟他去聊 怎么样去 给我去介绍一下 开发小程序的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选择文心研 文心研对中文的知识会更好一点 而且他是有这个实时的检索能力 我觉得会比GPT4要好一点 GPT4他问到很多这个知识结构的时候 他都会说 不好意思 然后我的这个数据到了2023年的4月份截止 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说 你是做不到 你是拿不到的 当然通用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做小程序 然后我要去这个掌握哪些背景知识 发发一大堆 当然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的 对吧 那这个我们可以去避免去这个这个去谷歌他 因为谷歌现在这个他有很多这种的信息 我们要去甄别他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然后GPT4然后他会帮你去很好去总结出来 挑你想看的想了解的 然后去迅速的去拿到他 那我既然是做前端吧 那就是推荐几个第三方的依赖 用原生的开发还是比较痛苦的 因为可能开发出来东西也不好看 然后也并没有那么顺手 他给推荐了一些 然后这里面我用了这个友赞的这个Vent Web AP Web APC 然后包括这个VS Pass 以及这个腾讯Cloud的这个Web SDK 有这几个库 实际上基本上我可以去按照我的想法 去做一个小程序了 做一个小程序 然后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说 我总觉得还是不行 因为他并没有解决这个小程序 怎么样去写的更好的 一切事情 然后谷歌一下 我发现他会有一个叫Web SDK 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想让他去介绍一下 GP就犯错了 他一直在报错 一直在报错 但这个我验证了 不是我网络的问题 他就反复在报错 反复在报错 而且他检索不出来 检索不出来 所以说GP不是说 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场景之下 都要去依赖他 有些时候你要有自己的判断 而且他下面有一段话是说 这个你要去自己去甄别重要的信息 他并不是完美的 他也并不是说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所以说我们重要的这种的东西 知识 你要去简单的去甄别一下 当然如果有军工领域的 或者说这个比较重要领域的 我建议大家还是少用它 或者用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一些垂直的 这样一些大元模型 然后来去 尤其这种的是这种的不上赖的 然后去来去使用 那我们继续去做这个角色扮演 那这个上基本上是 然后我要去做这个管理端 做管理端 然后因为我说了 我是一个共享汽车 那我一定会用到地图 用到地图的时候 然后这里面 一会儿会有一个小的一个故事 就是用到地图上也很痛苦 也很痛苦 因为要写js嘛 但是我用ts写的 这个是腾讯的这个地图的 一个官方的一个事例 那上我要去学习的时候 如果有jb4 我会更辩解更快 腾讯的官方文档 说实话写的不好 它有很多重复的东西 它有很多这个叫做过时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甄别它 就会比较痛苦了 比较痛苦了 比方说这个文档 它有很多东西 那我怎么样去转化成 我想用ts 我想去转转成接口 腾讯既然没有支持types grid 那需要你自己来去做 你自己去定义这个types 你自己去定义types 那它的文档 你手敲代码会非常的累 会非常的累 因为你这相当于是说 浪费生命的东西 那我的做法是把它文档 去粘贴到这个对话框中 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去生成 大差不差 而且后面有注释 你跟他说我要保留注释的时候 他会把注释给你去保留 我后面都有这个PPT 大家可以从给它们下 所以不用拍 这个也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那么 这个就是说一段更清楚的 这个我最终这个代码 最终代码 那不用手敲了 这个就节约了非常多的时间 因为你有类型了 所以说对于ts来说非常友好 那这个是我大概开发出来的其中一个页面 然后这个可能定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啊 这个是JDCN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目前的方向 如果没有这个 这个XGPT 我可能没有这么快 有了这个时候 可能我就一两天就把一个未知领域的一个知识 掌握的大差不差了 当然你首先要问对 你不能胡问 因为它有幻觉 你胡问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错误的 并不是你想要的一个答案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我要公报丝绸了 咱开玩笑 就是我在用的时候 最早我就选择的是高德 高德的文档比较完善 它的接口也比较简单明了 毕竟它的用户量要比腾讯要大 但是高德有一点不好 你还没有商用的情况下 它要收费的 5万 哇 这个 这个创业环境就非常的不友好了 就是它天天在给你打电话 确实是高德的人在打 然后给这个北京的12345 因为高德的公司总部在北京 打电话也没有用 你也不能去说它垄断怎么着怎么着 就是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说 就是说 感叹一下吧 创业环境确实不是很友好 那么 我再去转化一个身份 因为 我要做这个共享的汽车吧 我可能要有这个车机 有车机 那我们来模拟这个车机的时候 那有一个场景就说 大家可能有这个电车的时候 这个比方说蔚来 或者说很多国内这种电车 你可能在一个场景 它可能会自动出来 但早期的版本 我知道是说 我可能要去通过一个前后 然后让它从这个车位挪出来 因为两边的门打不开了 打不开了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有类似需求 那说你给我做一个摇杆吧 那如果传统的我来去做Android开发的 我们现场有没有做Android开发的 小伙伴 哦没有 哦有一位啊 那因为我说了 这个真的是我自己 就是多端都去做了 我们传统要做次定6可以 但我写完怎么样呢 我要去不断去调 然后去测 然后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用GPT 我基本上半天就把这件事搞定了 就连测带开发 半天就搞定了 就是我的代码单 不是说没什么 我写我写了 但是不是说全部自己敲的 我让它生成以后 我根据自己的判断 就是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要说完全依赖它 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不对的 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 我们要知道 那通过这个判断 然后我们来去 磨练 啊不好意思 这又看不清楚了 这个实际上我来简单说一下吧 自定view它给了你一个框架 就是说你自定view 它要做些什么 它先告诉你了 那么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根据它每一个点 然后去学习去了解 然后去最终 然后去把这个空填完了 空填完了 当然这个空 你也可以去逐步的 去提你的需求 然后每一个空该怎么做 去提你的需求 那我的一个需求就是说 呃我有这个八个方向 八个方向上下左右 左前 这样八个方向 那八个方向 我可能要有个箭头指示 大家可能要打游戏 呃举个例子 王者荣耀对吧 它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方向 然后会有这个 这个你到达方向 会有这个震动 然后到达方向 可能会有一些光影 这种效果 这种需求 你都可以给它提 提完之后 它会给你按照你的需求 把对应的空给你填好 当空填好 它不是说就一把就好了 你需要去根据它的这个判断 然后来去这个整合一下 自己这个代码 它最早其中有段代码 实际上是它把这个 我的这个挪动范围 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个摇杆 一会儿会有一张图 这个摇杆它挪到外面去了 这个上次超出我的预期了 这个时候 然后我可以去改代码 我也可以去跟它说 你不要去超出你的限制 那么它会针对你的这段提示 然后去把这个代码 去给你修正成你想要的 这种样子 这段代码是这个 我当我这个方向完了以后 因为我可能要把这个指令 发出去 因为我后面有蓝牙 要连的这个 连的这个车 连的这个车 因为我这个车机系统 那不管是串口或者蓝牙 怎么着 我要把这个指令发出去 因为我是UI 我是一纯UI 那么这个是它中间的一段代码 给了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实际上是 不是最好的 当然已经比我自己要去想 省了很多时间了 起码我敲这段代码的时间 我节约了 那它为什么不是最好的 这是我中间的一个 一个地方 它最终这个代码实际上是用了一个循环 因为八个方向嘛 除以八 然后再怎么着一做 就出来 这个是我最终的这个效果 最终这个效果 这是我的Android的工程 最终这个效果 它就出来了 代码更简洁 对吧 当然你要调整一下你的这个 美举 因为这个美举的这个 这个方向 对吧 它是有这个方向的顺时针 这样一转 有八个方向 大概就是这样对比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最终的那个 那个结果 因为我要去发这个穿口指令 对吧 我的蓝牙一连 然后这个当我中间的这个 摇杆去挪的时候 八个方向 它都会有一些这种的 一些指示 然后它禁用的时候 也是OK的 当你没有车连的时候 禁用你也不能挪动的 这种代码 全部是这笔记帮助写的 然后 当然它里面的这些 具体的内容 你要去判断 它给出来代码 不一定是最佳实践 不一定是最佳实践 一定要有判断能力 不要完全的依赖于它 好了 那这个时候 因为我我有小车 我在扮演下这个 这个ROS工程师 因为小车的时候 我可能要有这个协议 要有协议 这段协议 它给出来也非常的好 比方说 我要去校验这个 这个蓝牙指令 因为我是车 我不可能说就发一个 方向指令下去 那发错了 是会有危险 本来我想让它直的走 结果它拐弯了 如果你中间有任何的 这种波动的情况下 你不去做校验 它会有危险 这个事情像是说 JVT帮我就考虑到了 所以它是老师傅 但是老师傅 他会犯错 世人就会犯错 他也会有幻觉 所以说他会有校验 这个就非常的好 而且我写文档 写文档上 我有一个用户手册 大概我自己一早上 用文心一言 当时试一下文心一言 然后花了40块钱 买了一个按月付费的 他可能大概是一早上的时间 然后帮我写了一万字 比如我人写的坏 然后我的做法是什么样呢 我把我的定义的 首先你要去告诉他 我要做什么 还是那句话 就是他要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要去做的领域是什么 他才会更好跟你去交互 那这个时候我告诉他以后 好了 他大概是半天的时间 帮我写了一万字 写一万字 而且基本没有错别字 那这个事可能比个人写 比你自己要写要强很多了 那现在我再回到这个后端卡公司 那这个是我用Python 用Python 然后我会有分页 我会有分页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上市 因为我前端我用ts 那可能我要去定一个接口 那怎么办 我自己去敲吗 那我把我的这个Python代码 扔给他 我说你转化成ts的这种的 这种CAMER CASE 这种格式 他就出来了 这个也很省时间 就是也是一种小的技巧和用法 OK 然后 我的后端代码 上是基于DDD 然后这种方式的开发的 然后我在想 有很多这种的API 4RUD 上它基本上是属于 这个样板代码 但是你又必须得有 这时候怎么办 上市我想让他帮我去生成一个脚手架 那这个时候 我也不想自己写 自己写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支持你要有啊 背景支持你要有 然后我用Quick Carter Quick Carter 然后说 首先还是告诉一下 你要怎么做 我想要什么 然后你能不能做到 那这个时候基本上是说 哦 看不太清了 大概去说了一下 说了一下 然后他会 巴巴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让他 我首先我要看他 知不知道Quick Carter 一看他知道 好 知道 那因为我说了 我用这种DDD的方式来去做 我也让他说一下 你去介绍一下 他也知道 就是上下文他都有了 那后面 好了 我就简单说一下 我的这个代码的这个结构是什么 结构是什么 我可能会有service report 然后会有model 大家这样一下 那么他就 按照这个 结合前面 他自己说的 这个DD的这种知识 然后 把这个做了一下总结 做了一下总结之后 那我说了 我要生成交手架 他大概就是 然后生成了这样一些 样板这种代码 像这种实践 大家都可以去 自己去尝试 但没有的时候怎么办 当然更多的时候 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你不要自己常去造轮子 自己造轮子很痛苦的 比方说我 还好头发有点 头发有点 这个 这个就是他最终生成了一个简易版本的这样一个代码 亏他的 还是很强的 还是很强的 毕竟他有这个 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这个大多数的这种知识 我让他当时把这个模板保存下来了 我这个模板应该没有往Gate上去提 我回头去提一下 大家然后面可以去自己去看一眼 看一眼 这个还是刚才的这个 还是做点总结吧 这个未来已经来了 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学习能力 然后谷歌的这个还是 大家可能也看了一段视频了 非常的强 你边说 然后他边给你结果 当然JP4也能做到一些类似的 比方说一些修理汽车的一些场景 然后帮你去做这种识别 然后这个是 今年大家可能关注第一或者第二季度 然后谷歌就会把这个Ultra去上线 当然我想他可能也是付费的 因为我们是JDG的活动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去多多支持谷歌 因为这个 我的观察 谷歌还是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的 比方说那个UI就比JP4要好用很多了 现在我们能用到的英文版的应该是Pro 是Pro 这个如果想学AI的话 然后这个网站不错 Fast AI 然后这个老头他是一个程序员 他并没有很深的这个数学的这个功底或者知识 然后呢 但是他鼓励大家去学学AI的这种方向 学学AI这种方向 这个挺好 我自己在看 我自己在看 正好在1月2号 然后这个Redis这个作者 然后自己写了一个如何去用JPT 当然他写的肯定要比我们多数人的认知要更好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去读读他的文章 读他的文章 这个是我让这个应该是我用Bud然后帮我去总结的 这个文章我自己看完了 但看完以后你想提炼这个文章 你想去总结这个文章 我交给JPT去总结了 这个也是一种用法吧 他说了就是说你在很多算法领域他给出来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好 还是有问题的 当然 安提雷泽他很强 他很强 他很强 所以说他把这个 他上面有自己的实践 有C元代码 大家都可以去看 但这段代码基本上是黑白文本的 看起来比较痛苦 你们可以把它粘贴在你的ID里面去看 就是这个高手都是这样的 他的事业就是黑白的 他事业就黑白的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MAP 后面有我的微信和这个文章的Github大家可以去掃去添加 好 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是吧 大家有什么想了解 我们前两个 这么快吗 唯一的一个基建训 好 请 感谢老师的分享 然后其实这个JPT的话 大家可能我们目前正能用的更多的 比如说用一纸 写一些家庭总结呀 或者帮我们送了一些文章啊 然后 来整个去商量整个工厂 然后整个去从前到后 接到一个需求 然后回到整个号 弄完之后 其实发现 还是非常强大 您不可以想到 我就能够发现能够这么多事儿 然后我一共两点 先说第一点吧 第一点的话就是说 咱刚才也说了 您作为一个权战 从前到后 作为每个角色 这个肯定需要有 相当强大的一个 权战的一个背景之后 您才能去把它从前到后 整体串下来 然后我现在的问题的话 就是说 目前可能是 大多数的工程师 他可能只具备 单行业 或者单领域的一个 一个一个经验 所以可能让他从前到后 找一套去弄的话 可能不像您 这样能从前到后 全军去串完 同时的话呢 可能在每一个环节的 细分的一个方向 可能就不会像是 因为不具备知识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 就是说去像您那样 精致的一个条件 那像这个情况的话 有没有一个比较 比如说Common的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或者是说思维 然后可以给到大家 所以从哪些方向上去控制它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 这个小小的建议 对MVP的话 我们看上它目前 主要全运行工程生成的 之后的话可以再去 再去把这个AI在这个 优异 就是那些UI和优差 这方面在这把它玩成继续的话 那么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你第二个问题 跟第一个问题是相关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UI和优异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做的并不是很专业 所以说这个 就是说你想实现一个MVP 我不鼓励大家像我一样全干 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那我全干是因为 我正好遇到了 然后那因为我们要去创业嘛 创业你可能是这个最节约 的一种方式来去试错 所以我全干了 对吧 我全干了 那我再雇一个优异 然后一个月八千 一个好的 对吧 然后我再雇一个Android开发 一个月好的对吧 我觉得好的能用的 可能一万的一万五到两万 那这个我还没干呢 我十几万先出去了 没有必要吧 对我来说没有必要 但是说怎么学习呢 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就是说 你既然选择了软件开发 这条道路 那就是终身学习嘛 对吧 我们可能很多这个同事 是从前端开始做起 比如说我徒弟他今天来了 从前端做起的 他最早 他的专业是高分子化学 然后他这个最早去 上了一个培训班 然后这个培训班 然后教的也不错 然后来面试的时候 他的经验毕竟有限 然后我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 当时时间很久了 16年的时候 我给他出了一个提示说 你能不能写一段circle 然后他没写过啊 他没写过 他说能百度就行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你要具备基础学习能力 当然我当时面试的一个条件是说 你有没有过四六级 他过了 虽然说专业不同 但是我觉得他既然过了四六级 他肯定有自己学习 能吃苦的一些基本的能力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想去做到全战 或者是做到全干 那肯定是需要一点点门槛 他不是说是一上来 我就可以全干的 我觉得这个做不到 有很多人鼓吹低代码 鼓吹这个东西 但我并不看好这个东西 他在简单的领域可以 复杂领域 目前还不行 为什么我这么样说 因为我参加微软的活动 他们这个低代码也很强悍了 我问他 你们这个能把我替换掉 他说不行 对吧 他自己都说不行了 当然有很多领域 他是可以把人替换掉的 比方说这个多灵国 大家是一个学英语的一个APP 他已经把自己核心的一些 做英文翻译的一些人员 从四个才到两个了 就是因为有JBT了 所以大家有危机感 但是我觉得不要焦虑 有危机感但不要焦虑 那么还有一个 我去看这个阿里的一个活动 他的这个活动是说 他在很多这个行业 比方说我做BI 就是商业智能 他写circle很强 那这个时候 你的一个商业智能 你一个BI软件 那好多东西都写死了 老板想看报表 没有 你再继续开发 就把累死了 但是现在微软的 我不应该提竞争对手 是吧 但是确实我见到的 微软这个东西了 他们的这个 现在这个就是CM软件 你基本上他的D代码 然后他的这种的通过 这个因为他 大家也知道 他也接入的这个 OpenAI的所有的这个 所有不管是数据也好 算法也好 他是一套的 他很强啊 你老板想要一个什么报表 我不需要了 我就一句话 我想看的东西 因为数据都有 因为写circle这个东西 大家如果做过 你就会知道 我只要有一定的经验 对吧 那基本上他就是一些 常规一些组合 你怎么样去优化他 他没有那么难 那对于这个老板来说 我没有背景知识 我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一个报表一句话就出来了 那可能 DB 是不是下一个要失业的人 当我在猜测 当然好的DB 不可能失业嘛 就起码在短期内 不可能失业 当然看的 参加微软那个活动 他是2030年 可能就是 他会有这种系统化的 这种能力了 因为你通过各种各样的 进步 因为我们今年可能能看到 4.5或者5出来 然后这个Ultra 等出来以后 我们再去看 对吧 然后这个 谷歌有个奇人 他有个叫 这个 基点来临那本书 我忘了 他2045年 对吧 这个 目前我们的人工智能 也都是这个初级人工智能 对吧 他从初级到高级 可能到2045年 但 你到了高级人工智能 然后到这个超级人工智能 可能就几个小时 对吧 天往会不会来 不好说 那还有一件T恤 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 有没有提问的吗 我听了一下就是 我看这边应该是用过那个 拆费一套 你知道对吧 这个 我提了一个 这是有两个 有一个 这边 他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有这两个账户的话 他应该是有那个 就是 他利益 你从新的内容 其实我才让你 对 就是你可以用 拿个意识的东西 他肯定是去全网搜的 而且搜的就是最新的 对于他是不是 他哪里有一个 我想会不会就是 就是 在 就是实践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考虑过 因为他毕竟是通识的 就是现在其实各家 出的这种模型都是 它的目标 就是 它的目标 和我们想象的都不一样 就是 有没有想过就是把它 有私有化 就是说 就是我们自己 使用了自己的 这种模型来 来使用我们 就是 从想法 到创建 其实这个 从想法到上线 对于一个有电源的 工程师 就有些全帐公司 其实很清楚 它的公计是什么 对吧 实际上 私有部署的大目星 非常的多 现在 这个行业非常的火热 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电力行业 电力行业的知识库 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 它非常复杂的 你靠这个几个专家 来去解答所有的问题 是不可能的 但这个行业呢 基本上在国内 基本上 我们普通人也参与不进去 它基本上是一个 垂直领域的私有大模型 对吧 那这个就是说 一个很具体的行业 刚才的 我的批评里面 实际上是 有这个谷歌 然后它说的 细分领域的很多点 然后下来可以去 关到那个 KTUF 然后去下载 它里面有 然后就是说 安迪雷泽 它也说了 就是说 它并没有去使用 这笔机 它也去用了 更多的 比方说跟算法相关的 这种的 这个大原的模型 然后来去 去验证 哪个好 哪个不好 我只是为了让大家 因为我并不知道 大家这个行业 或者知识背景 所以我用了GPT 来去说这件事情 非常的多 现在非常多 国内也有很多的公司 在去做 以这个清华大学 为代表 衍生出了一大堆的公司 在去做这个事情 他们非常的强 有很多 这个他们的科学家 然后他们的论文 在相关里的论文 都排名是世界前列的 所以说这个风 我们应该能去追得上 当然我们 不一定能达到人家的成就 但是我们追得上 不要让自己过早去淘汰 那就到这里 这样的 我看老师刚才也介绍到了 就不管是用那个 统讯人的那个统讯地图 包括那个高德的地图 其实在看他们 揭入文档这里边 其实也是缺少GPT 因为我这边也是做 弊端的这次这种CAT图 其实也面对着 这样的一些 写这种文档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想 老师这边 就是AIGC能否让我们在 撰写类似接入文档 这方面能够很好的 起到一些很好的效果 包括我们开发的阶段 其实很多 一漏掉一些接口 所以这些文档忘了真心 或者说实际上 其实开发者 还是很挑剔的学员人 但是作为开发者写文档 又相对来说比较随机 就想看下老师 对于AIGC能够保护我们 在尤其第三产品的 哪些文档这 有哪些优化的方式 这个应该有很多 就是专门写文档的 这个大原模型已经出来了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但因为我现在的人力有限 我不可能说每一个点 我都去把它扒拉得很清楚 我先去找几个 先去干活 先去干活 据我所知是有了 就是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检索一下 然后微博有几个 几个宝玉 对吧 它是微软的MVP 然后它每天都会去介绍 各种各样的这种知识点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它 然后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如果有推特 也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 这种的文章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 然后也有刚才 我说丹地雷泽这样的大拿 然后他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文档有 就是你能想到的 所有的垂直领域的 都有人在做了 都有人在做了 就是一定要去找 要去关注你的点 关注你的点 那么对于我的点来说 我要把这件事情干成了 对吧 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然后去研究哪个好 哪个不好 我先去逮入一个好用的 然后我一直在用